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神用祂的话语不是我们 我想我们在这个看了一下 我几天大概都知道 分析这种是很重要 神的话很重要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常常彼此提醒 彼此劝勉 所以今天我还是想用这个主题 神用祂的话来服势我们 不得否认的 神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服势我们 例如别人为我按手找照 例如参加很多的医师社会 或者很多的陪似社会 上帝也可以只用属于的恩赐 来服势我们 这些都很好 这些也很有必要 但是最主要的 上帝还是要用祂的话来服势我们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 那里有一起的经节说 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与教训 诸则 只能归正 只能归正 只能学义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益的 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与教训 诸则 只能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有一个在第一次字迹的时候 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 叫做奥古斯丁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奥古斯丁 他在第一次字迹的时候很有名 好像我学义词的时候 可能会学过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呢 他原先他是在 新元三百五十四年出生的 他有奥古斯丑玛人是没有信息的 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前子的基督徒 所以他的母亲 前子的教徒 从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叫基督徒 现在叫圣经教徒 那个时候他帮他讲说 常常带他去教会 那么赶到了以后 看圣经 他常常用驱态的眼光 看圣经因为他很聪明 他就常常用遗憾的眼光来看圣经 甚至这个地方有点不合理 那个地方不合理 那十六岁的时候 他爸爸把他送到教会去学 修持学 因为他爸爸希望他将来做律师 或者是从政 那从政或做律师 都要很有雄见的口才 所以他爸爸把他送到教会去学 那后来同年他爸爸就去世了 那么爸爸去世以前 他爸爸就受洗了 那十七岁的时候呢 他就在这边跟一个女子同居 然后同居了大约十年 然后中间生成一个儿子 然后离开了他的女孩子以后 又跟另外一个自己这个小女孩子同居 那么他是一个排法洋溢的年轻人 但是他也很放纵其虐 他的妈妈平常为他有任何找到 那么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么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又回到去主教学 然后去学神学 那么在三十岁的时候 他换了几个老师 他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跟一个主教 学神学 学信仰 那么到三十二岁的时候 他有一天他突然开始觉悟到 他一个为他不会肮脏的人 他不想再过以前的生活 他就跟上帝祷告 那个祷告很有语 他就说 主啊求祢 喜结束我 求祢是我 祷告成为一个真典的人 但是 请慢一点 他心里很想什么一个真典的人 但是他又不希望赶过来 他请慢一点 那他早上来以后 他就走到花园里面 那个时候他帮你来 他就走到花园里面 他走到花园里面 他就听到一个一个孩子 一个童子跟他讲说 拿起来笋 拿起来笋 他就想 他就要走路看看 这里一个小孩子也没有 而且也没有小孩子在玩游戏 也没有人在玩游戏 怎么会有一种真音 他就觉得这个是上帝的真音 他就走到树下 走到树下了之后 他就发出一本 他以前看过的一本子的书信 他看完都还在那间 他就把它剪起来看 剪起来一打开的时候 一般该就是罗马书 第十三章 第十四节 那你说 不要睡酒 不要好色邪义 不要那个真净 不要真净基督 总要是在紧耶稣基督 不可以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 哇 他看完就说 他不知道上去哪里想到 他就胎子 违转 然后再隔年 他就受洗 所以上面的话 可以改变一个人生 然后以后他就很认真的研究神学 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那么他写了第一本 希望世界的第一本自传 就是他写的 看鬼路 看鬼路 到自己才留守 所以上帝的话 改变了他的一生 改变了他的一生 是吗 所以我们来看 上帝的话有几个特点 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有很多的特点 但是我只举两个 举两个 第一个 上帝的话是上帝跟人所立的约 上帝的话是一个约 是他跟人所立的约 我们从整个救恩历史来看 我们知道圣经有没有回新约跟旧约 那么旧约是讲到神跟以色列的立约的关系 很有名的在出埃及十九章 改道神跟以色列的在西乃丹 立了一个西乃丹的约 西乃丹的约 西乃丹的约 那你上帝就通过摩西 被你圣经人说 你们如果愿意就走我的贴命 你们就成为我的子民 我就是你们的神 你们呢 就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成为君征的祭司 上帝跟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 上帝就信走祂的约 虽然以色列人在这当中 他们是败有效的 所以上帝是忠臣 虽然他们遭到的许多多的灾祸 甚至王族 但是上帝都没有忘记 他跟以色列人立的约 在1948年以色列人又复活了 而且上帝呢 他解诚以色列人 成为他的子民 成为他的全民 上帝都永远不会忘记他 将来圣经说在幕后的日子 以色列人他们又复兴起来 那么新约 上帝跟教会 讲到上帝跟教会有个立约的关系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 使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可以得到永生 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 可以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 可以赦免我们 而且上帝跟教会列人约 上帝投手所有的他的儿女 可以不必吃饺 怎样你愿意活在上帝的爱中 愿意一直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永远不会吃饺 上帝跟教会立了这个约 上帝为什么要跟人立约 我们知道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约是一件很振动的事 对不对 我们买房子跟人家先合约 我们出的房子跟人家先合约 如果在合约的期间 你只要有违约 违背他 你就要陪他 你就要受损失 上帝跟人立约 告诉我们 他在我们立了这个约以后 他如果违背这个约 他如果不知道这个约 他要陪传我们 对不对 他所以上帝跟我们立约 表示这个约是一个保证 他保证我们心跳大红 就永远是他的儿女 宋子就在义手 还是他的儿女 宋子很糟糕很软弱 还是他的儿女 还是他眼睛的同仁 还是他经过他的快乐 上帝跟人立的约 约代表保证 约代表一个承诺 上帝的话 是一个约 圣经上帝的话 是他跟我们立的约 他会照着圣经的话走 他会照着这个约走 他不会围对这个约 他会信守他的承诺 只要你犯罪了 来到神的面前 承认你的罪 上帝的饱血 就一定有功效 他会一定赦免你的罪 不管你最重大快的程度 就是杀人犯火 上帝的血 可以赦免你的喜悸 也愿意赦免你的喜悸 也愿意赦免你的喜悸 所有罪 上帝保证 我们有一天 他带来要等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可以 信念这个人可以得到 本能的生命 上帝保证 他的救恩不是死了以后 有永生而已 他的救恩不是死了以后 对面 他的救恩是在今生 你就可以过一个很丰盛的生命 你就可以过一个很丰盛的生命 你就可以过一个很丰盛的生活 只要你愿意照着他的化作 只要你愿意接受他的约 他就带着他的约来运行 上帝很乐意助我们 上帝很乐意助我们 上帝很乐意助我们丰盛的生命 上帝很乐意保护我们 但是他受到他的约的见识 上帝很有能力 他全能 但是他把自己放在这个约里面 只有造成这个约走 他才可以愿意 上帝把自己放在这个约里面 造成这个约走 所有他要赐的祝福 所有他要赐的救恩 就会远离而回 不断而下 这个就是约 是一个法证 所以我们有上帝保证的话 我们哪有佛人的法证 我们有上帝的保证 我们可以 在上帝的保护的里面 以色列人是神的纸离 神的纸离代表上帝是他的君王 上帝是君王 他就有保护他的生命 财产安全 对不对 我们牧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会活着 这就是约的效应 在约里面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上帝是我们的父亲 是我们的天父 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上帝也保证 他一定会看护我们 会供应我们 在地上 有什么事情 吃奶的鸡鸡 地上的父母 有可能会忘记 吃奶的鸡鸡 因为地上的父母 有时候要出鸡鸡鸡 地上的父母 有时候只顾自己 自私自利 对不对 我们听过很多的父母 所以是原住民 把孩子 把孩子卖去当妓女 我们都听过这样 地上的父母 都会保护 都会爱助他出生的鸡鸡 吃奶的鸡鸡 因为他们有能力 保护自己 没有能力吃喝 但没有能力去找群食物 但是 上帝的地上的父母 都会供应 但是 若有 总有一些父母 他比较糟糕 所以上帝说 纵死地上的父母 有可能忘记 吃奶的鸡鸡 他会永远 不会忘记他的子弟 他会永远 不会忘记他的儿女 这是他给你的保证 这是他给你的保证 上帝的话 就是一个保证 你只要识上帝的话 你只要了解上帝的话 你只要知道上帝 跟你的这个约 你可以能平安的过日子 你可以能无用无力的过日子 因为上帝是宝宝 第二 上帝的话 是真的 上帝的话是真的 真的意思代表是真实的 代表 那是信实的 代表 他说 永远都会成就的 不可能是成就的 上帝的话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上帝的话是真的 表示 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真上 有权柄 因为 我们没有信实的话 我们可能会 否认这句话 我们可能会 不在乎这句话 但是 不管你有信实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上帝 上帝的话 在你的真上 就是会有权柄 因为上帝说 有一天他要带来走在这个世界 不管你相信 不管你什么人认 他会叫你他的实话去做 上帝的话 是真的 因为 上帝说话的那个人 是诚实的 说话的那个人 是真实的 他所说的话 是真理 真理是改变的 我有一个同事 他以前一直在寻找真理 他到佛教去寻找真理 他念圣经寻找真理 他当然寻找真理 他觉得他没有找到真理 有一天很奇妙的 上帝有很奇妙的方法 让他认识了上帝 他在上帝的话的时候 他开始告诉别人 上帝的话是真理 我在传讲真理 真理就是一个更无不变的道理 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真理是不欺骗人的 真理是坚固的 真理是可信靠的 他不是虚言 他不是法言 真理 他在寻找真理 他找不到 但是上帝告诉他 上帝是真理 所以上帝指动 向他眼见 让他找到上帝 因为他要找真理 如果今天你想要寻找真理 你一定会学见上帝 因为上帝是真理 上帝的话是真理 上帝的话是真实的 圣经有太多的天赋 我在这里没有读出来 圣经有太多的天赋 讲到上帝的话是真实的 是永远不改变的 天赋自己就说 天地都要回去 绿法的一点的话 确实会去 天地都要改变 上帝的话永远不改变 在马祖福音 在路加福音 耶稣 都在告示了 上帝的话 永远不改变 天地都会回去 上帝的话 却永远不会回去 永远不会改变 这个就是真理 这个就是神的话 是真实的 神的话是真实的 代表神的一件命运 都是真实的 在圣经里面 神给我们很多的命迹 尤其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旧约可能 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感受 因为我们总觉得 旧约不跟以色列人说的 上帝跟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以拜偶像 上帝跟以色列人说 社会不可以普通不义 上帝跟以色列人说 你们宗教界的领袖 不可以攀财 不可以攀财 不可以攀贴人家的东西 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了很多的命令 很多禁止的命令 有一些命令 背后都是禁止 禁止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在新约 教帝也跟我们说了很多的命令 不可以说法 对不对 要老鼠 要彼此相爱 要孝敬父母 教帝也跟我们说了很多的命令 教帝说这些命令 命令 命令 告诉我们要做这个 不要做这个 祂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 祂的目的是爱我们 祂希望我们不要 因为我们不守祂的命令 就塞过灵道 祂要保护我们 祂要爱我们 所以祂 发布了许多多的命令 希望我们能够不听 希望我们能够遵守 祂叫我们要常常喜乐 此处的早上 祂叫我们彼此缺免 激发爱心 对不对 彼此激发爱心 祂叫我们可以停止聚会 因为彼此聚会了以后 我们可能就会被 很多的时候 我们孤单一个人 我们很容易就软弱了 上帝有许许多的目的 祂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样造人所事 祂告诉我们 怎样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人 祂告诉我们 不要在道德上自我毁灭 上帝的目的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当我们听懂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同时 当我们不听懂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就不得到自己发光 上帝的一切命局 也都是真的 上帝有许多的命令 后面有命局 上帝很多的命局 也都是真的 你知道圣经用很超级的字眼来形容 上帝是一位走承诺的神 上帝是一位信职的神 祂说过的话 祂自己都一定会发愈 一定会做 祂所做过的承诺 祂一定会实现 在诗篇里面我们的诗篇都会知道 上帝啊你的慈爱达到中间 你的信职达到穷伤 上帝啊你的信职和其广泛 每一道子都是信职的 对不对 你的信职就是有其广泛 信职上用许多超级的字眼来形容 上帝是一个信职的神 是一个走承诺的神 祂走发出去的诺言 祂一末千心 还不止千心对不对 上帝他追走他诺言 祂说的话 祂有力造成做 所以当我们有上帝的议醒的时候 上帝说 先来求祂的国责的义 我们日常所需用的 就是信职给我们 当我们来相信上帝有说的话 而且我们照着上帝的指示来做 我们真的按照上帝的法则 做一个很正直的生活 我们真的好好地来认识上帝 上帝说日常所需用的 你不用烦恼 我会有信他非礼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 你们看地里面的花 他们不动 也不用收割 他们也不用纺织 他们穿得很漂亮 他们天涛追雅 谁哑过他们 天赋养给他们 所以 当我们来寻求神的国责之后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祂会供应我们的所需要 让我们不自缺乏 上帝一切的议许都是真的 一切的议许都是真的 所以既然上帝的命运是真的 上帝的议许是信实的 祂是守承诺的 那么上帝跟我们立个圣约 圣约 祂保证祂的法一定会实现 祂保证祂所要给我们的祝福一定会实现 祂保证祂的秀恩不打折透的 一定会实现一定会成就 一定会成就 所以 祂保证祂保证祂的权点 祂就非常的绝对 你没有按照祂的化手 你很容易 要担担 你没有按照祂的化手 你不愿意躲在祂的保护底下 你不愿意躲在祂的功力底下 你的日子就会凄才 既然是这样 所以 神秘地的时候 神秘地 是很远的生命 是不愿意的事 你就知道 上帝的秘迹 上帝通过摩基 分部以色列人要遵守的秘迹 这秘迹在第六章 那里六至九节 他就讲得很清楚 上帝要以色列人 要摩基分部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保证祂的话 上帝的建议 记在心里 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 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 无论你是坐下 无论你是起来走路 或者躺下 无论你在做什么事 你都要彼此谈论 甚至往上帝的话呢 记在首帐 写成经文记在首帐 然后带在你的额上 然后贴在你的 贴在你的城墙 城门上 贴在你家的门上 门门上 上帝 上帝通过摩基 要教导这些人 看动神的话 把神的话 替起来 为什么 因为免得 有灾难离到 免得 他们不愿意 遵守神的话 就出去神的保护 神子对他们保护神 神很愿意公平我们 神很愿意保护我们 但是 祂走在约的里面 祂走在约的 情走在约的里面 只有约才在来保证 不在约里面 祂不敢问 所以 我们怎样来看待神的话 神的命迹那么真实 我们如果没有造的命迹去做 我们的人生会一趟不止 神的命迹那么真实 我们如果不相信神的命迹 我们活在忧虑的里面 活在怀满的里面 因为 人生会有许多多其他的意外之路 人生会有许多的灾难离 我们很难受波及 但是 当你活在神的话里面的时候 当你认真地看到神的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平安喜乐永远可以真实的你 你可以不必会连根长迹去 神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的现化 对不对 神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的现化 祂告诉我们 世间上每一个人都是受造 所有人都是受造 大家都是受造的 所以你不必去 把木头雕灰一下来拜他 所以你不用去拜日月精神 因为他一根底下都是受造物 人都受造了 受造物代表 我们人很有限 我们的能力有限 我们的才能有限 我们的智慧有限 我们的创造力有限 所以比如说 诺贝尔的两者 他们都承认 他们不是发明 他们是发现 对不对 听到说 发现非地主 哦 原来宇宙都有一个非地主 原来宇宙曾经过大套上 他不过发现 神所创造的 他们没有办法发明 没有办法放到 只不过是发现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神的话 首先 绝对的相信神的话 绝对的相信神的话 因为 神 正常的话 所属的神 对不对 按照这个道理形式 所以我们来相信神的话 我们来信靠神的话 圣经上讲到 很多地方讲到 头靠他的人是有福的 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 头靠神就是信靠神 头靠神 因为你会头靠他 表示你相信他 所以你还会头靠他 如果这个人不能保住你 如果这个人不能祝福你 你头靠他可能没有救 对不对 不能帮助你 你可能身上没有印花鞋 你来头靠住的人 一定是你相信他 可以帮助你才头靠他 如果要你帮助你 一次两次 你就不会头靠他 头靠神就是信靠他 信靠神就是 表示相信他的怪 一个人 他说话 一言九点 你就会记得这个人 如果他有说的话 每一次都十言 每一次说的话 每一次都对见 你就不会相信这个人 所以信靠神就是信靠他 所说的话 就是信靠他所说的话 信靠是一个 为神开的一个祝福的转方 信靠 当你祝靠神的时候 神做祝福 所以你相信神的话才有帮助 相信神的话才会得到神的祝福 就好像我们相信上帝说 你是你觉得自己有罪吗 如果你有罪 因为耶稣的方便可以起敬你一些的罪 耶稣已经为你的罪 不是 在十字架上 你不需要再祝福 耶稣已经为你的罪 承担了所有的咒诅 从末何来做你 你不需要再承担这个咒诅 你相信 你接咒诅 神的话 就大力有能力的在你的身上 你就开始有灵安 以前犯罪的时候没有灵安 是罪的时候没有灵安 罪的时候没有灵安 罪常常会透露你 可是当你相信神的话就说 射罪的灵安正在里面 很清楚很明显 对不对 我相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 所以就坐在这里 因为我们经到射罪的灵安 因为我们经到神话里的灵安 所以 我们对上帝的话 我们要绝对的相信 当你一相信的时候 上帝的话就在你的身上成就 当你一相信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见到上帝的话是真实的 你就听见到上帝的话的全能 上帝话里的全能 所以上帝说是好牧人 好牧人 所以牧人都会羊 借主需要的 牧人知道羊怎么说 牧人要去哪里吃草 要去哪里喝水 牧人会把羊带到天草地 带到西水草 让它可以吃草 让它可以喝水 我们要信神的话 神做我们的保护人 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可以供应我们 神知道祂要给我们什么东西 神知道祂要怎样帮助我们 神知道祂要怎样安慰我们 神知道祂要怎样保护我们 所以圣经上讲得很强烈 拒绝神的话 就是拒绝神 圣经上不用讲解两个字 我们圣经好翻译神 不听话 不听从神的话 我去翻译一下 数了一下 不听从神的话 大约出现 人本圣经大约出现了五十多次 不听从神的话 你们不听从神的话 就会怎样怎么样 你们不听从神的话 我就不管你们 你们不听从神的话 你就知道坏落 你们不听从神的话 就怎样这样 五十多次 你不听从神的话 就是你不听从神的话 你不相信神的话 或者你拒绝神的话 你拒绝神的话 你拒绝神的话 就拒绝神的帮助 你拒绝神的话 就拒绝神的公义 你拒绝神的话 就拒绝神的祝福 这一天让神的很强烈 不是上帝主要帮助你 上帝很乐意祝福你 上帝很乐意帮助你 当然是你拒绝他的祝福 拒绝他的帮助 所以你拒绝神的话 就是拒绝神的帮助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相信是一种选择 相信是一个决定 你可以选择你要相信神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 相信是很简单的 就好像要传给你 就有一位救主 他可以拒绝你 你相信了就得到了 你不相信你就得到了 你可以选择你要相信 你不相信 我们看到这段 都会让很大的乱象 这段发生很多的自己 在政治意识很强的人 知道你会发现 不同的政治景象 他会信者成信 不信者成不信 对不对 他不管是不是可以拒绝 我的政治立场就是这样 所以他讲的我全部相信 我的政治立场就是那样 所以他讲的我全部不相信 弄的事 我也不相信 信者成信 不信者成不信 所以 从这里 我们可以拒绝 他相信你 你怎么要去讲 都没有用 你提供政府给他 才是没有办法 很多人 才是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 可以拒绝 那这个选择 你相信一个人的话 你相信一件事情 如果你常常是按照真相 你是按照你的选择 去做决定 按照你心里做事 这个就是上帝要帮助我们 上帝我们事都可以做 但是有些事他不能做 他给我们解释 他不能做强迫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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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正节的生活 他不能做强迫我们的做一些事 除非我们的乐意 除非我们自己的力量 上帝会帮助我们 所以相信自己的选择 相信自己的决定 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话 选择相信神的话 圣经所谓的每一句 但是 看到我们中间有很多人 相信神父母 在我们不休 好像一些人 奸心的相信神所说的话 奸心的相信神所说的每句 我们看到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自己信主一直到年龄一句话 我才开会 我非常地 上帝来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要相信 开会 好别相信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 奸心我遇到很困难的环境 对我的心得来讲 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我选择相信你的话 你说这种环境对我的祝福 我不相信你 我说的是祝福 是化妆的祝福 我相信奸心困难 神来是化妆的祝福 因为你太多 选择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你自己的决定 别人不能够左右你 所以 我们对神话的最终 第一个 我们要绝对的相信 你不只要是神话 你就得不到你所有要公益你的 所有要祝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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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要给你的一些好事 但是 你相信什么 你具体的什么的话 得不到 你相信 就得到 相信之前 全会 没有我们困难 第二个 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他的话 因为 他给我们他的话 是要给我们的信心 他给我们的话 是要陪于我们 让我们有信心 圣经上讲 七国来福十一章六节 人非有信 都能讨神的喜悦 我们如果 就神没有信心 神怎么自己都不能做 信心是一个 神祝福的做事的法则 圣经是一个神祝福的法道 当你会神有信心的时候 你会等于跟神开了一个祝福的门 祝福就会清魂而下 清导而下 信心 信心从哪里来的 信道从信道而来的 听道从神的话而来的 罗马书 信道从信道而来的 听道从神的话而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一个特效之路 圣经告诉我们 自己的真相 世界上确实有魔鬼 所以圣经要基督徒 要所有他的儿女 要抵挡魔鬼 因为魔鬼会害我们 因为魔鬼会用 讲很多的谎言 好听的话欺骗我们 因为魔鬼 还会射很多的诡计 射很多的陷阱 让我们掉到我们面去 因为魔鬼要甩我们 要想爱人家 圣经告诉我们真相 魔鬼还要害我们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如果你一定要抵挡魔鬼 神的命令 你一定要抵挡魔鬼 当你抵挡魔鬼的时候 魔鬼就会跑 如果你不抵挡魔鬼的时候 你就会落在魔鬼的罩头里面 你就会被他耍弄 信心 人的话带来的信心 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 上帝走过的很紧 上帝我们是说 装的紧紧的 供应装的紧紧 整个铁碗 圣经不是这样说 圣经说上面有像敞开的 上帝主要等着爱我们 等着安慰我们 等着攻击我们 等着满足我们 有需要 很深解决我们的问题 等着依次我们 等着忍佑我们 问题是我们想不相信 想不相信 父母跟恶意探戀要来的健康 上帝以父母跟恶意探戀我们健康 上帝以父母跟恶意探戀我们健康 上帝以父母跟恶意探戀我们 我们这个人是我们的心理好快乐 所有的群伤 都跟着上电话 可以顺好 如果我们不坏的内障者的话 很奇妙 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话 开始 圣灵就开始做工 圣灵就开始做工 开始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健康 开始在我们事业里面 开始在我们事业里面 甚至我们需要的帮忙做 美国医院会 有一个很有名的目的是 叫尼尔森 他那时候在他 在紫色医院会的时候 有一天 他被这样子撞倒了 放弃 对不起 他被这样子撞倒了 然后 躺在床上 医生跟他说 你的左腿 大概被掉了 你的左腿 掉那个巨掉 如果没有被掉的话 他把他扶倒了 一辈子大概就不够守护 这个左腿 暴退了 那他躺在床上的门顶上 有一天 他就指到 《雅各书》第五章 第四节 那里说 你们中间有病的人 就请教会的长导来 所以你们抹游 按手的长导 出于静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好起来 上帝 那是个命令 上帝命令 那句话 这个命令一句 你们中间有病人的人 就要请教会的长导来 那是个命令 上帝要我们生病的东西 这样子长导来 我有看神打导 出于静心的打导 会救那个病人 大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还跟神他去 他还跟神生病说 哎呦 人家都不会相信 打导就会晓得了 他就跟神生病 然后上帝就说 去找你的朋友 问你打导 后来他就请世卫 长导 很有信心的 相信人 可以医治病人的 这个朋友 世卫朋友 会想打导 刚刚一按手打导 到我们的命令去做 一按手打导 他的嘴全部好起来 也没有些 也没有陷阱 美国以前 以前瑞玛珍学院 有一个很有名的 创犯人 叫做那个 肝尖心忠师 他已经过世了 肝尖心忠师 他十多岁的时候 他来自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他心脏有缺陷 然后他生了一种 很怪異的血液疾病 医生虚患 你活不了几个月 你会 你没有办法 救不活了 医药 很多的医药 他打完全都救不活了 他摊在床上 他每天都摊在床上 不能够起来 然后家里人 经过他的房间 都用很可怜的眼睛 还看他 这个人好可怜 就等死了 然后有一天 他就把祖母的圣经 拿起来死 他就一直说 他就越决 他一定就越决了 都不需要死 他不神的话的时候 他不是不因 他就一直说 他就越决 他就越决了都不需要死 这次是医生病人 很医生病人 这次昨日 今次到永远都没有采见 他已经是医生病人 现在还可以医生病人 所以他会越决了之后 他的医生 又越来越决了 不需要死 他可以 他应该可以做一次 有一天 他就知道 马可贵 有一个患血肉的富人 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富人 在医生的手里发现了 他为了他所有 他一毛钱都没有发光了 都病不好 有一天他听到耶稣来了 他就想 我如果去找耶稣我的病会好 他就跑完跑去找 没想到一堆人指着耶稣 他挤不进 他就要挤进去 找耶稣的马上挤进去 他心里想 这样好 我摸耶稣的医生对着 我的病就会好 这样子不要容易 只有我心里是这样小的 不要摸他一堆人 有一个病就会好 所以他就用力的挤 然后去抓耶稣的衣服 一堆人 这个病就会好 然后耶稣就到去找 是谁摸我 是谁摸我 他的门主说 耶稣啊 大家起来一起去 怎么会有人摸你 找不够了吧 怎么会有人摸你 耶稣说 有 可能摸我 因为耶稣觉得有能力 从他身上出去 耶稣 他说 女儿摸我 只有那个父人 就承认了 就摸你 耶稣说 女儿 给你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性 救了你 然后他的灾病就卷遇了 除了这一段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会想办 我就跟我们说 信心 打算是一个 当我们信号上去的时候 你看 那个妇人 一摸耶稣的衣裳对子 耶稣有能力出来 他的病就好 信心 摸到耶稣 甚至一个感受动作 耶稣有一个感受动作 能力出来 成定 当三千禁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哇 他很兴奋 他说 这个妇人 耶稣说 因着你的性 救了你 不只是 让他有救了 而且 跟神一致 因为他那个回去 表示 信救了你 因为他那个回去 表示 得救 然后 再一点全力 三千禁语到这里的时候 他里面很兴奋 他 这个妇人 因为有信心 就得益是 我也要有信心 如果信心是得益 更重要 我也要信心 他就跟家庭中 相近 结果 他的病好起来 他活到 怕死去 上帝 第一次 他可以又碰又跳 想想跳起来 那个时候他十七岁 那一天 那一天 他就献上帝子 从此 他建立了三千禁识宗 他就是后来 神学院后来 就是招牧师 他这一生是招牧师 他的教会里面 很多的神奇识 他说 他传讲套背的福音 他传讲 我们信耶稣 不只是临闻得拯救 我们信耶稣 不只是得赦罪 我们信耶稣 生死的一件状 所以 他从前辈的福音 他有免费的盘奏课程 他有免费的参悟 资本免费的参悟 他个例 电台节目 向全球 还福音 他个例 圣灵体训中心 训练我们的圣经 教导我们的圣经 甘先信 牧师 还有聂尔登牧师 他们透过读神的话 信心向神的信心 开始来起 因着信心 他们的法道和水利 因着信心 他们的身体健康 疾病者导师 所以 我们对上帝的话 第一个信靠 绝对相信 相信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可以理错的决定 第二个 我们对上帝的话 要扎根在神的话里下 信靠神以外 还要扎根在神的话里面 我们读神的话 还不够 我们要让他扎根 我们要让他磨 我们要来磨讲神的话 我们学的话 有时候我自己会发现 我常常在教室说 对不起 我有时候主神的话 好像有点 浏览似的 好像就是这样说 但是上帝要我们 默讲祂的话 受冶之想 这边第一边 对不对 受冶之想神的话 就是默讲神的话 神一定要做的 都在自己里面 写的很清楚 祂要做什么事 祂不能做什么事 我刚刚讲 神没有一件事不能做 祂不全能成神 但是祂不能做的就是 祂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财神 祂不能够改变我们的选择 祂给我们自由意识 祂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 对不对 心态 祂不能够改变我们的选择 祂不能讲 祂不喜欢 祂只造的是机器人 祂说一说一说二说二 照着祂的子弟去做 祂不喜欢这样 祂就是有自由意识 所以祂不能做的事 祂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事情 祂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记者 圣经告诉我们 祂可以做的 告诉我们 祂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在《生命记》二十八章 很有名的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恢复 前面讲到以色列人如果是所成的命令 会有哪些福气 后面讲到 以色列人如果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会遭到哪些灾压 三十二十八八 他讲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我们先奉神的话 如果我们先奉神的话 我们奉主神的话去做 上帝会给我们健康 上帝会让我们需要的没有缺乏 上帝会让天底有素材 让我们送神就可以收成 但是如果没有遵守神的话 我们送下去的都被淘室吃掉 没有任何收成 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话 我们的身体一直最 就会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养卧 所以 神要做的事都在圣经里面 我们如果做圣经 我们就知道 神可以给他助我 神可以给他帮助我 神要做的事在我们身上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把神的话 要放在经里受业之想 而可做出来 教会准备的原因之一 就是要遵守神的话 并且要鼓励兄姊妹一起 大家提取经历 一起把神的话遵行出来 礼物所书第四章 那也讲到 神尊丽苦从十字 上帝在教会里面射立 有先知 有使徒 有教师 有牧师 有传福音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使所有的基督徒 使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好有基督 买 长成像基督一样的那个 增量 长成买有基督 长成的增量 教会 存在的原因 传福音很重要 比起教会很重要 但是很重要 更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传讲神的话 而且 主义弟兄姊妹 把神的话 相信神的话 他把它做出来 在每天的生活中做出来 因为神 要等到我们在 他的真道上 同归于一 然后神要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因神的话 我们就开始长大 神的生命就开始长大 我们开始成熟 整个教会长大成熟 有基督长大成的增量 有基督长大成的增量 这个是教会存在的原因之一 六四天安门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印象 是民国七十八年 六四道路发生的 六四天安门事件 有一个民运的总统主 叫做张柏利 张柏利 很多才没有信耶稣 民运的主要是一位的 学生领袖 这些领袖 里面很多都信耶稣 那么这个民运人士 叫做张柏利 他就是他们之间的 父总主归 那么他们天安门事件爆发了 学生进座抗议 结果 召唬的结果是 军方用政府的反射车 国家用反射车 反射车来赶走他们 很多人都放射车 在用车号来赶走他们 那么 当那个 那个 国家 就 冲击 发生冲击力 要冲击二十一个 学生领袖 这样集中张柏利 就集中一个领袖 他就开始逃亡 做着逃亡的生活 大约两年 要逃亡 那么 在 几个月以后 他就逃 他就逃到那个 中国跟苏俄 苏联的边界 在苏俄联的边界 他就逃到那边连续 那么 他经理想说 我要逃过 我到这边连续 看看可以就可以 就脱离了那个 做多种冲击 看看可不可以 做一点自由的生活 身体这一则的保全 他就开始逃 然后 有一天他逃到这边的家 就逃到一顿东西接待他 他本来是走在那里的家 可是 电视上天天都在说 要来 要说 有逆堂色的 这些明明人赐的人 生命要做多一点 所以 他有一天他走到 他的朋友家 就看到 这个消息 报纸也 电视也转过 然后 他就看不到朋友一眼 然后 还有朋友就把他扶过去 然后就知道 他的朋友有不敢收留他 那个时候 他的心情就很准臣 也很难过 他想到 他也是一种魔魂路人 从年后的不敢收留他 天长的很好的朋友 到了一种难的时候 他朋友也更改 他也不能怪一些朋友 但是这个朋友也更改 所以他就只能好逃 逃啊逃 但他逃到那里的家 就有一个在宗室的天气 结果我看到一个老农民 让他的姊妹 一个寄屋子 然后 那个老农民 那个姊妹 就把他带到大家 因为他 他逃乱的时候 在外面 生活都 其实都认识 所以他逃乱的时候 身体非常地虚弱 然后那个老农民 就接待他 他就问这个老 老姊妹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说 知道 他说 你是谁 但是你是帮我 他那个老母女 很认识 所以养上佛先 他就知道我 他就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 我现在知道 每天都在收藏你们啊 你们是东西饭啊 他说 那你知道我现在 你还敢揍留我吗 你怎么还敢揍留我 他说 既然帮帝把你带到我这里来 我就问你去学 我就问你去学帮帝 死就死吧 你就去想你 死就死吧 我的东西要帮你去学 我 然后 那个老姊妹 看他都已经去过 每天就把自己照 两个鸡 在我鸡前给他 搭一个鸡 然后他心里就想 这老姊妹 你色不这么好 心里有点气负吗 然后 有一天他在老姊妹 他就改名 他朝他的鸡前 他改名 他说他两个没有 叫过他的名字 他改名叫他 李老师 他改名叫过他的名字 他改名叫李老师 然后有一天啊 做好 我就跟他说 老师啊老师啊 我相信你今天做很好 他就想 乖 你看到我 我有带那个鸡来的 你要 你做有这么好力 有什么 然后 他就什么事啊 然后 他就说 他就从一个 用这个 拿一个鸡包 拿出来 然后 一天一天的 把那个副解开 然后 他就有 一本圣经 那一本圣经 手抄的圣经 因为那个时候 在大陆上 他们是一个圣经 所以 他们圣经很少 事情到世界 抽屜过去的 所以他们 很宝贵 只要有一本圣经 就很宝贵 然后他们就把圣经 拆下来 一点一点 拆下来 然后 想到圣经的人 他们自己会拆 然后 那一本圣经 手抄的 约翰福音 他把他拆起来 扛起来 因为怕被发现 他们自己的 感受圣经 怕被发现 他把包得很紧 然后说 我这样 有一本圣经 我不认识 我的圣经 我的圣经 你认识 也认识 也认识 然后 他就说 我这个读书人 什么事 不会做 圣经简单 他就鼓起来 每天都鼓起来 然后 有些 他鼓起来 他们一个人 只能保留 系列 那个圣经 保留完系列 都要成为另外一个人 然后 算另外一个 算另外一个 我妈说 或者算另外一个 是她的失眠 虽然她不是 只是她 觉得 然后我们会觉得 认识是在她的圣经 很宝贵 我就想到 手上 都会觉得很舒服 很棒 所以 她说 她不会等我 那 刚好 李老师来了 她就请她 妈妈 姐 我这个约碍 那个子妹很聪明 她没办法爽 她又能放水 甚至 然后她就发问了子妹子 她想 我喝了人家的鸡汤 对不对 我们要为人家笑话 做一点事 就是这些很简单 所以她就为她 鸡汤一件事 可是 刚才一下 以后 她发现她 她也喜欢读 她也喜欢读 她喜欢读 每天 每天 都玩两张 病 要做的都会 她就开始继续读 继续读 自己继续读 很可恶的读不读 但她觉得她发现 神的话 有一天 记到她的语言来 有一天 她就知道 因为她的主意 一直自杀 耶稣说 我把这些诗语 告诉你 不要叫你来一面 叫你继续回来 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 就不会有平安 但是 对我的理念 在你 在这里 可以放心 我已经震了世界 有主意识 我将这些诗 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 有平安 在身上 你们有无奈 在我里面 可以放心 我已经震了世界 所以 所以 大家读到这些诗语 他们说 他里面很正义 因为 他在同耐 世界方面 有很多的同耐 他们明明 人是就是看到 周末 有很多的 很多的不满 很多的不平 所以他们发动 建作思维抗力 结果 他认识 你不愿意改变 所以去欺压他们 但是他没有同耐 但是在基督里面有同耐 因为 基督里面正的世界 大家不断悲患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震动 非常震动 那么后来 大家的准备加开了一段期间 他觉得这样不断下去 也不是办法 因为冲击哪一天 都所上门呢 所以他就开心 因为就是在周末 这些明明的资料 来给他们 要快看一下 所以 他一直有发展 你果记者发明 正在别的一天 他选择这一天 他要找到新铁 因为他认识这一天 平安夜 正经讲的 正在别的平安夜 也就是象征 这个平安 他选择这一天 调到苏联 他要调到苏联的时候 他需要资的那种药 因为那晚照 黑龙药的下面 只有 色子零下 三十九到四十四 他不要浮一口盘 那个水 那个盘 就全部化成冰 是结成冰 他选择那一晚照 他要逃难 他还会 他很害怕被 那个中国搜寻 收到 他也怕 苏联的那个看到 那个搜寻 那个搜寻 那个灯塔就在搜寻 因为是边界啊 一定会有灯塔 然后搜寻 所以 他台湾人都虽然很多 去各自理想 但是觉得不及不 但是他 又害怕 然后又很疾倦 又很心急 所以看 跟大汗 蓝跟大汗 游想像 不动作很心急 然后 他就柔柔平平 因为 一面走 那边有点长 早点有点长 怕会被抓到 他就这样逃 然后逃 到尖寒 他就叶寒 到尖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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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到尖寒 然后 那边很冷很冷 然后 他就叶寒 那边有点草堆 他就赶快 走到草堆里面 走到草堆里面 那草堆很高 可能还高 他就知道 12点的时候 还很高 他就走到草堆里面 他就走到草堆里面的时候 他停下来的时候 他觉得就 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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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那个时候 他就想 哇 很悲哀 很悲哀 很绝望 没有入手 然后 他就想到 那个老姊妹 他要走的时候 他逃到草堆里面 草堆里面的老姊妹 被他祷告 然后跟他两个虚弱 老师 那你就要蹦来的时候 当你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还祷告你的人 有些事 会帮助 会随便你祷告 他就想到 他把老姊妹祷告 他就一起祷告 他跟他一起祷告 他就 他说他是真理 他就是第一次祷告 当他祷告完 也就想过去 然后他给人 就昏睡过来 隔了二十几个小时 初恋的龙一出来 他没有来挖稻草 然后就把他救出来 他说真的是神的保守 他不知道是神救他 他说 因为那个挖稻草 那个稻草很大堆 他只要挖进去 挖稻草草 以后另外一个讲 我也挖稻草草 因为他走在里面 他走在里面 他走在里面 他不敢出来 因为四面都是野王 在那边嚎啸 吓不出来 他不敢出来 然后他有个洞权 洞权的桌陷 然后那些龙一 救了他以后 就用个酒 给他灌 灌醒 灌醒了以后 等这些龙一 不敢去 收藏他 就把他交给苏联的军阁 然后 所以就把他带到牢房去 那个军队就把他带到牢房去 带到牢房去 带到牢房以后 就蒙用血出那个身体 他那个时候 我们在虐待他 其实是在救他 因为他的身体 其实是动的 都不能说动的僵硬 要用血 不能用热的东西 你们如果 你们如果去过 微波炉去解冻 你就会不知道 以前我微波炉 我不会用 我解冻的时候 都会使他高温 不然你去过身 要用臂窝 因为高温会见走 一窝会走 一窝会生 所以他用血定说 然后他有身体 都会说 让他的身体可以降溢 可以慢慢驱导 然后后来做 后来他就这样 性能的一窝 这样奏实 他当他做那个导宝的时候 放一窝 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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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要使用重的感觉 后来到帝都不知道 他去神觉月子的窝 然后达身的窝 他现在 就会回来达身的窝 放一窝 上帝的话 有能力 上帝的话 可以带给你发了 上帝的话 可以带给你安慰 上帝的话 是祝福的 是祝福的 既然上帝的话 对我们是绝对的 我们一定要顺服 我们一定要节奏 一定要节奏 今天世界上 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 世界又不太大了 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个诱惑里面 我们不容易陷入自己 我们不容易胜过这些人很少 我们有时候不容易胜过情欲 胜过我们的私欲 我们有时候我们到世界区 许许多多的机遇 名牌 对不对 许许多的诱惑我们胜不过 但是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 胜过界的诱惑 有神的话才有信心 有信心才有什么东西 才有什么祝福 所以我们要继续相信他们的话 别人会我们爱着她的话 恩的心理很棒很重要 但是你绝对牢牢牢牢牢 如果别人会我们爱着这个诱惑 他用的是什么的话 他为类估的话 那个是我们忍受节奏 不节奏 我们不要节奏 但是这些都很棒很重要 在教会里面上去给人 而是就是再来进行教会 就是要来鼓励我们 就是要来帮助我们 所以恩赠心理不是很重要 但是神人是很重要的 因为信心是很20小时陪在我们身边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可能20小时陪在我们身边 有需要的时候 马上就来我们祷告 我们有一个弟兄 专门的弟兄 专门的弟兄 那个孙女弟兄弟兄弟兄 他昨天晚上 前天晚上 去到医院去 因为他甚至处胜伤 很不舒服 他就在这边 人不能够陪着他 对不对 不能够24小时陪在着他 但是神跟他的话 可以24小时陪在着我们 我们有希望说 神的话 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公益 神的话就来发送我们 神的话就来鼓励我们 神的话就来安慰我们 所以 耶稣说 人活的不是单靠主义 才靠着头里手术的接话 神的话是要给我们用的 神的话也好看 神的话是要给我们用的 神的话是我们的良子 我们的灵律 需要神的话来恶养我们 来供应我们 来供应我们 所以 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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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我们的 旁边 肩上 口上 水里 心里 红楼里面 思想里面 大卫说 神的话 神的话 这人便为有福 因为他要让一棵树 栽在七者堂 按着后 结果是 也不肯 也不肯 所以 我们是否在神的夺度里面 我们是在天国里面 对不对 天国是指的以后才有 天国是现在 耶稣已经在我们身上掌权 在教育里面掌权 在基督子里面掌权 这就是神的夺度 引到我们 神的意体都是现在的 都是现在的 神的意体都是现在的 怎么样 主神的话 主神的话 这个就是天国文化 天国文化 但我们的西方 能不能配ori 意体 愿意 不成改 神的话 神的话是我们发肆 神的话 使我们有基睛 有力量 在行走天路 也在地上生活 人常常没有入手 但是有个神在看话 我们人前面的道路都装了 我们不为何在 没有自己的光景 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都 再次跟神立志 愿意来读祂的话 照着我们 很直接 所能的来读祂的话 然后把神的话 寄在我的心里 我到现在还在学习 要来背中神的话 把它寄在我的心里 让祂的话 让祂的应语 让祂的圣语 这样的圣词 可以有在我们身上 也可以透过我们 心脏的地方放下 谢谢 谢谢